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周一好,每周一我们相约在专业一加一,我是黄俊,欢迎缺老师 黄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缺老师,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行情 上周间发生的事情其实挺多的 很多问题了,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快速的快速一点吧 就是快速过一下,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新的这个读株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这个爱你克荣,克荣是吧 对,然后这个 当然啊,就是主流的观点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再观察 我们也下不了太强的定论 我们只能按照主流的一些官方的这个通报来看 那么因为一方面的话,这个病毒实际它的这个致病性和它的这个致死率 好像目前数据还是比较缺乏 当然它有传言说可能这个能够突破 呃,现有这个这个疫苗的防疫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对于市场造成一定恐慌的主要的原因 但是呃,从市场上周的表现来看还是对这个病毒还是有所畏惧的啊 包括我们认为在国家防疫上面比较敏锐的这个日本的的一系列表现来看 还是对这个目前来看不是特别的乐观啊 因为日本已经基本禁止了所有的外外国航班的航班的进入 那么也就是日本对这个病毒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悲观的 那只能大体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从上周全球的股市来看的话 其实好像市场还是倾向于清零政策的中国啊 股市还会稳一点 其他外国国外的一些股市市场表现也不怎么样 黄老师 好,刚才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新的独注的问题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 讲到了这个听证会 非常的鹰派应该来讲 嗯 就是原来他一直在讲这个通胀是暂时性的 那么这一次呢,他在听证会上讲到了 要把暂时性的这三个字给删掉 那您认为这是不是就确定性的代表着美联储方向性的转变 我不认为 我认为是美联储转向的一个阐述 转向 这个转向是指 对 就是实际上我认为啊 就是美联储在用策略或者在用战术去针对市场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 呃,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呃,呃,市场的呼声很高 关于通胀呃,呃,那是美联储一直认为是短暂性的 呃,那这一段时间通胀爆发了以后呃,呃,那么市场认为它是一个高通胀的时候呃,市场认为通胀可能会 对,当然我认为美联储已经意见到通胀可能会可控的情况下面 那么美联储认为现在目前是高通胀啊,这是我的观点啊,就是我认为呃,呃,这个对于美联储的话可能啊,大部分时间里面呃,呃,我认为是值得推敲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鲍威尔会去讲说取消这个暂时性的表述 那我想它心里已经有一定的对市场对于通胀的控制应该是有目标了 或者是很清晰的,嗯,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通胀不会持续太久 嗯,嗯,听到这个观点,我就,我,我就感觉是拿着答案在做题 我觉得啊,因为,呃,确实从去年以来,这个关于通胀的表述,每年时候跟市场太,太截然不一样了 那么他这个时候去承认高通胀,他想带来,带给市场什么信息 他想做什么东西,我认为,呃,呃,对,我觉得他是在给市场 或者是在给美股一定的降温或者是合理的这个预期,嗯,打通胀的预期,嗯,嗯,好,那或者是,就是我认为他是对未来加息在打预期 嗯,好,那这个关于美联储的这个看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飞龙数据吧,在上周数据非常的差 但是美国的失业率呢,确实下降的 嗯,呃,呃,说实话啊,就是说这个,呃,飞龙的数据目前 它确实也不是说,呃,最主要的数据啊,就因为在这个定度面前啊,因为本来我觉得 这一轮的,呃,就是在上周的这个飞龙应该会市场选取蛮大的波澜 但实际上我看黄金也好,还是,呃,股市也好,并没有就这么惨淡的数据做过多的解读 所以我更认为一点也就是说,呃,未来啊,特别是在这个周约数据被拉低啊 14到4.2了嘛,嗯,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再加上波威尔的言论的转换 那我认为未来市场的这个关键点或者在12月份,呃,有可能会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能会有更激进的一些做法啊 当然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呃,也没办法太去佐证他,嗯,嗯 好,那其实呢,刚才这个谈到的问题其实相对很多 一个方面呢,谈到了人货币政策,嗯,以美联储为为为首的央行的货币政策 当然了在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我们的这个总理讲到了要将准,对吧 这个,嗯,嗯,这个我们就暂时不去聊他了,但以美联储主呢,就是一个,呃,方向好像有点变得鹰派 另外呢,就还谈到了关于,以飞龙数据为代表的这个经济的状态,以及,嗯,我们的疫情,就新的这个毒株,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经济,也可能产生一些,一些影响 所以呢,现在几个,几个方面呀,都好像有,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那么在现有的这种环境之下,确认是您认为 或者说,我们还是回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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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操的一个一个一个角度上去去说,就这么多事情都不确定,那么呢,就是我们应该看什么品种 呃,这个确实啊,就是说,因为整个基本盘太变数太大了,当然我我主要还指的是呃,变得病毒啊,如果没有病毒的干扰,我觉得可能我们对市场解读可能会更理性,或者更接近一点,但是因为 因为病毒的这个情况是,目前来看是,人为主观的因素比较,就基本不受人为主观去控,受控,那所以,呃,在这个,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啊,还是,我观点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认为这个,全球现在,呃,实行,亲临政策的国家, 也就是我觉得目前的大的经济体 就是中国 那么我觉得在整个大环境里面 可能还是具备一些吸引力 和这个可比性比较强 其实就是应该来说 您是提到了中国的股市A股 因为其实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 也一直在讲到A股 它的相对距离性 对吧 相对距离性 并且其实在最近的一个月 我这边也关注到 其实北上的资金一直都是比较活跃 相对于前两个月来说 北上的资金要活跃很多 然后如果再配合一下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总理讲的降准怎么样 没错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稍微偏宽松一点的 对吧 对 而且 是 我就就是这个中间插一句 也就是说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宽松 叠加这个外资对于A股的或者对清政策的一个认可 我觉得反而容易叠加出更好的行情来 所以我们在上周其实也看到了整个A股的走势 其实还不错 应该来说创出了最近的新高 你看上一个高点是10月份10月末的时候 相当于说在上周五创了最近一个多月的一个高点 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行情的走势本身 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相对的确立性 以及我们过去的这个几期其实一直都都都看好了 然后的一个验证 应该来说这个A股呢 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值得去跟踪的一个市场 是的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 其实A股在过去虽然出现的这个市场出现的震荡 但是我们看成交量上面 以及包括结构性的行情一直是都在的 我认为这个市场活力是一定有的 那就是之前我们也一直强调 就是说一个是方面是政策 第二个是外部环境的改善 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 推动A股进一步上涨的这个动能 那现在来看的话 虽然外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但是我们在政策上是对的 那么我认为是一个加分项 那也就加上这个本身的这个国内资金的活跃性 再加上政策的叠加 我觉得还是 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的 对 那这样来说的话 对于国内的很多投资者 应该来说在年前可以去重点的看看 无论你是这个指数的投资者 或者还是这个基金的 或者是这个个股投资者 应该来说A股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投资机会 或者说我们也就是我们证券市场上经常讲的 年前的吃饭行情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对于国内疫情的一个理解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心里都对国内的政策 就是这个防疫政策 其实一开始从 大家会有一些质疑 然后再开始叫半信半疑 到现在其实我认为 就整个基本盘是稳住了 也就是大家对于国内这个目前这个情况 恶化就是它坏不到哪里去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心里还是有个底的 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国庆后面的这个北方 基本就是在疫情面前 基本都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已经很复杂了 那现在整个形势也受到了控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给大家提振了很大 很强的信心吧 那好 那其实呢就是 我想呢就是这个 当下市场呢 就是虽然基本面上有点乱 但是呢就是这个A股呢 它的相对这个利好 应该来说是最值得去看的第一个产品 那么会有第二个 确尔士 不用勉强 对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聊一聊其他的 但真是我认为在当下这个环境来看的话 我还没有什么心目中认为 比较好去值得去做的交易 包括环境也好 包括园园也好 或者是外汇市场的一些情况也好 因为那些太容易受到病毒 或者是在美联储政策的一些影响 对 而且呢正如您刚才所说的 美联储它究竟是不是 就是虽然说它现在这个态度讲话 看起来很硬派 但它实际上它的心底怎么想的 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其实我们心里是有点打鼓的 是的一定的 因为当然就像怎么说呢 这个很多市场的表现可以认为 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美联储的政策的 这个不确定性 包括股市也好 包括黄金也好 因为根本也没出来一些单边的方向性的行情 然后这个第二个市场走的也就是说 非常的纠结 所以我觉得那些市场现在禁区风险是比较大的 对因为这个说的一套 心里来想到又是另外 又有可能是另外一套 因为毕竟来说我们都认为说 是个美国经济现在的这个状况 好像来说不太适合于特别收紧的这个货币政策 但是美联储呢恰好又这个讲了这么 这个这么硬性的一个话 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不理解 那么在这种不理解之后背后的话就是纠结 纠结的背后的话 其实就有可能了就是多空双方就是争夺会比较激烈 很难出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明确的方向出来 对我认为很明确的一点 鲍威尔对于这个病毒他也不确定 就是他可能这个病毒也会走入他的思想 那么这种双重叠加的情况下更难以想象 对 对因为鲍威尔或者说就是站在美联储的角度来说 他的政策一定是之后的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造成了某种 你想他可以去应对他没办法说因为他不是医学专家 他没办法说提前去我去预测说病毒要能怎么样 然后他要去怎么样 所以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吧这个事 对没错也所以在投资上来讲就更难了是吧 对 这过多的不确定性去驳一个方向就更难 对也就是说病毒带来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以及这个货币政策上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市场来讲 你要么是经济 要么是货币政策去主导这个市场的行情 那么这两个方面呢 现在都好像看起来很难去做一个主导 那这样的话就也就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投资行种 可能就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去确定一点 是就我们简单聊一下 就是说哪黄金来说 其实黄金我们也跟踪了也留意了非常久 但实际上并没有就我现在回头来看 他其实蛮如实反映市场的纠结 但我们之前一直认为他中长期 就我现在我们也认为中长期他可能还是看好了 放到远去更远的一些放到这个远去去看 但是我们看过去他这么动荡 然后来回的这个就是这幅争夺 他现在确实挺反映的 这个一些基本逻辑的这个表现吧 我觉得 对对黄金来讲 这个前面的大幅上涨 突破性的上涨 然后又有所回调 其实他伴随的了一方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不确定性 对吧 其实你站在交易 其实我认为说站在交易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大家心里没底 所以很难去拿资金 把这个事情给推上去 对做实的做不实 因为你一旦到了一定的位置 有可能就是你会认为他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来回不确定 对 那其实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在做其他的评众的时候了 可能需要一些更谨慎和小心吧 对对对 那我感觉 如果很多基本面的事儿 既然说不定 就没有必要再去怎么样去说它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 确尔市 就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这个市场 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去寻求相对的确定性 那就是同样 就是说可能能当一旦这个市场出现的比较剧烈剧烈的变化过后 反而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不如等 在没有选到合适的东西之前 就特别是这种大的资产就不如再看一看 对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A股可能是可值得关注的 但其他就可能还得等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那也挺不错 如果真的能够出现一波 就是股市的人讲的吃饭行情的话 其实也还不错 对于各位投资者也还不错 对我们就想吧 就未来有可能面临几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这个新的病毒株恶化 那导致整个外谈变差 那我觉得A股的这种相对 就国内的这种相对优势会得到凸显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奥美克荣接下来说没事 没什么影响 那显然也是给外围市场也给国内也是在打起 对因为这一次这个新的毒株出来之后 这个以CNN为代表的这种媒体 他们也在反思 原来呢就一直在说 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好像第一个不能实施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代价太大 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在反思 好像这个政策看起来最终有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既然如果这个政策是最好的选择的话 今天就算这个新的病毒没事 那么你保不起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又有一个什么 对是的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啊 如果一旦说病毒这一次 确实又是一个新的这种变种 而且现有的疫苗体系没法应对 那保准这个全球的这个防疫主动权就可能会交给中国 那可能赚到中国来 对所以中国的这个市场应该来说稳定性是最高的一个 对相对来讲 就是他能够在应对各种变化吧 就现在而言我觉得 对那好 那如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很多不确定的新的东西 谈了其实对于我们的实际的交易而言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的话 我们就就到这里吧 今天就可以吧 点到就好 对就快一点 其实呢就是也很有意义 因为也有好的品种出来 嗯还算是就是就当然啊 就我们俩一家之言而已 就是我们还认为说在这个这么烂的市场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好的东西存在 对抛砖引玉 嗯抛砖引玉对 嗯好那就抛砖引玉之后呢 其实就是嗯 我想起这个这个孙中山总理讲的一个话叫做同志爬山各自努力 一直都是这样 嗯好那就这样 那这个我们就下周一我们再会 谢谢曲老师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 好谢谢黄老师 各位观众们大家再见 好再见 谢谢观众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